但今天的问题就在于 陈吉仲解决不了啊 因为南韩今年一月的时候 也知道禽流感来 鸡蛋会缺 他们就进口 那我们也知道禽流感来 但是我们的选择 就是告诉你说不缺蛋 你想太多了 没有缺 只是你家没有钱 我记得还有一位知名的牙医师 叫做子都娃 子都娃说呢 不是缺蛋是缺脑啦 对啦我都缺脑啊 我就买不到蛋 这个要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 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子 继续过生活 因为我觉得跟老爷子比起来 眷村时代过得应该比现在苦 可是我们现在心灵上 觉得很常被揍 因为我每次抱怨 生活不足的时候 就会被政府一顿毒打 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